也沒有特別的強烈 上場比賽只得7分 上場球 其實鋼鐵人只有兩位洋將的得分是來到雙位數 這不但投進了外線了 而且裁判比了一個違反運動精神 因為好像鐵米的腳扭傷了 希望鐵米不要受傷 球是投進了 對 如果他現在受傷的話 對於鋼鐵人真的是重重的一擊 對 裁判認為有一個出腳的動作 按照規則確實是可以吹犯一個違反運動精神 對 他的是上台防守的莫倫斯 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球進算 還要罰球 現在鐵米看起來這個扭得還不輕啊 一跳一跳的 他先試跑一下 看能不能跑 這個有點麻煩 對 對 因為剛剛下落的時候 其實整個重心 是完全的在腳踝上面 只好把自己的鞋帶再細緊一點 這個 看起來都痛 哇 莫倫斯也跟他 say sorry 當然莫倫斯這個球 絕對不是故意的啦 只是這也是在 有時候鋪出去蓋火鍋的時候 可以稍微保護一下對手 就是往側邊的方向去 好 現在鐵米有一次加法的機會 一口氣連拿四分看能不能辦到 好 發進之後呢 球犬還是在鋼鐵的手上 感谢观看